轮椅 真正的轮椅 血量一万多 不带惩戒带斩杀 伤害 暴击 都错了 我正式宣布 轮椅流猴子才是快乐真谛 大猴子逗逗一个粉丝也不知道我游下吧 朋友们 朋友们 伟大无需多言 就在前一天啊 黑神话悟空居然一举拿下了 今年金瑶赶奖年度最佳游戏 按讲真 黑神话拿这大奖 摸不出个猴子的视频都说不过去了 不过有一说一啊 猴哥现在的处境可是不怎么样 巅峰赛胜率高达46.8% 赛事上的更是坚然都没见过 而且猴子这玩意纯看脸 要是像前程那样15棒子一棒暴击都没有的情况 那直接当场退烟了就数一试 但是即使这猴子再也不行 我们也总得玩啊 那么朋友们 嘟嘟鸟新快乐套路来了 欢迎来到 轮椅流猴子 猴都妈的 明文出章放在这里啊 大家直接抄走的同时也别忘了点赞关注一下都督啊 不过我只要这个时候就有朋友们说了 嘟嘟哥哥 那这猴子有伤害吗 哈哈哈 哎呀 包子你开始把晚上我都督你要推荐的超级快乐玩法 那当然是 没有的 就别的不多说了 我母棍子加上大招没敲死一个李源芳你敢信 人头还被牛魔的给我拿了 反正我反手开始敲亚瑟的时候 我都害怕我先没把他锤死 他活甲反手把我烧死了 你说这合理吗 这就非常合 哎呀 哎呀 你管他那么多呢 当我们的猴子像坦克一样 三进三出战场杀对面个片甲不留之后 自己依然能全身而退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这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那么 欢迎来到视频对看哈 就众所周之 因为携带斩杀的原因 咱们的猴子就没法带成绩的大眼了 哎呀 那没关系啊 正好我们可以走对抗炉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 咱们这把兑现的是 对抗炉检测员老布 我是坦克 他是坦克杀手 兑现属于是依9分 我依他9 所以这个时候朋友们 我们就需要一个契机 比如这个电池剩余 20% 呸呸呸呸呸呸呸 比如这个女娲来抓的契机 女娲来了咱们就狠狠地敲对面 虽然咱们的伤害不高 但是加上女娲的伤害就不一样了 女巫交闪回到塔下来呢 别的不多说了 二技能一贯加斩杀 必能拿捏这个女布 王者荣耀设计 没事啊 众所谓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小小女布只要再次上线 就能轻松拿捏 你看这是不是就不是不觉 单杀一个安琪拉了 完事之后再照顾一下这个牢布 先简单敲他四五棍子 没敲死也没关系 鬼谷子窝草里 咱们再等一波不就完事了 那蓝联王来抓也无所屌位 咱们先简单细耍一下小蓝同学 完事还能敲他就OK了 毕竟咱们那可是坦克啊 蓝联王倒是贼心不死的 依旧追着鬼谷吹啊 问题不大 咱们先保住辅助 我就一句话 你蓝联王 你啥时候还能有能力 打得过一个大坦克 我照这个事就有朋友们说了啊 哥哥 你这肉猴子也不怎么样啊 那我只能说 浅显太浅显了 十棍子 最多十棍子 你就看我是不是单杀这个小吕布吧 那是一个人解决吕布 宛如砍瓜切菜啊 你说这合理吗 这就非常 哎哎哎 真别急啊 我知道这个时候弹幕肯定嫌我之前瓜 那我这波能在五棍子以内解决 老布又是什么概念 我只能说 这才是真正的好子 后面这波就更不用说了 表面上队友打得火热 但如果有猎文虎看 你就会看到 这伤害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打的 满血蓝绿王被我解决之后 还是那句话 你蓝绿王啥时候 还有能力打过一个坦克了 而且你要说咱没有伤害啊 那咱也是 哎 略有点吧 大半血的西施 两棍子倒是 哎 也能杀一下 甚至这还是没报接的 呃 好像我也没什么报接 但是 你看这后期打吕布的时候 咱半血 对面满血 都直接拿捏这什么概念啊 而且更夸张的是 我打之前半血 打之后 还是半血 什么叫空手套败了啊 他甚至 还是真伤都错不动过啊 老不 正常发挥的属于是 在对局最后 更不用说了 蓝绿王以为咱们还是那个 从花果山刚出来的小猴 实际上从遇见他 到解决他半血的血条 几乎就没动过啊 更不用说 最后 一棍敲死对面之后 甲鲁那伤害就是刮杀 即使是扛着对面的泉水啊 那伤害依旧是只能动我一毫 小小加罗 可笑可笑 接下来登场的是 你齐天大圣 孙爷爷 一个竞斗云 十万八千里 呆 十来老孙女一半 Double Kill Victory 我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